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自力将创新医学技术转化为临床应用 令每一位病人受惠 研究中心第一个项目 就是一个内视镜机械人的研究项目 它是通过我们的自然看导 包括了口或者肝门进入人体做一个操作 是将一些早期的腸胃癌做一个治疗和切除 现在我们其实有两个手臂是经过这个机械人的内视镜伸出来 左边的机械臂就用来将组织拉高 右边的机械臂就做一个手术的切除 就将组织切开 我们也会伸出一个内视镜 就可以令到我们好像我们的眼睛一样 看到切除的范围 希望达至更加准成度高 以及达至安全的效果 平时我们说的手术 你想想都是几个洞在皮肤上 但是现在完全没有伤口 要令创新科技落地 被前线医护人员使用 反复的临床测试 收集用家意见相当重要 医学院和工程学院的专才 正是开会讨论完善研发中的项目 我们有很好的团队 可以为我们做很多工程设计 或者数学模型去分析 医生里面给我们的feedback 同一时间当我们拿到模型和数据的时候 我们有很多生产的装备 可以自己生产一些Polotap出来 去做自己测试 研究中心另一项技术 就是这些纳米机械人 他们可以透过血管 进入身体不同的部位去运送药物 又或者不需要开刀 去完成一些小手术 欧教授认为 医疗机械发展不单止令病人受惠 也有了医生的培训 比如人做一个动作的时候会有手震 机械人就没有手震 不单止这样 机械人在手术当中 是负责了很多的部份 新的医生如果要学习 怎样用机械人做一个手术 比以前用的时间少了很多 这几个都是主要机械人 对整个手术界带来的好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tattoos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